和义渠君如何 苟且吗 你终于问出来了 母亲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 你知道 义渠君几次救过我的性命 他对我有恩 母后 有恩报恩就是了吗 您为何非要与他 不仅有恩 我们之间还有情 隐时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当年你父王的魏王后死了 她在娶楚国公主 那燕王的原配死了 又在娶你大姐姐孟莹 无人侧目 无人惶惑 我和义渠君年貌相当 情投意合 他官我寡合乎天伦礼法 可偏偏就是有人不容 可父王怎么办 你父王的墓中 葬着魏王后和许多故去的妃子 她在那里并不孤独 母后可为我想过 那些人指指点点 指指点点 就把她的手给砍了 难道母后 您能把天下人的手都砍了吗 天下人多少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 哪有功夫理会 毗邻踏上睡着的哪对男女 姬儿 过来 坐到母亲身边来 过来 我的姬儿长大了 姬儿成年 就该慢慢懂得母亲了 母亲一生周周 亲人寥寥 珍惜眼前所有 但姬儿记住 无论何时何时 母亲都不会弃你而不顾 弃秦国而不顾 姬儿知道母后的不义 说到阴阳相配 乃是天地之大礼 姬儿成人 是时候要为你娶妻了 我为你许下的王后是楚国公主 人贤淑 漂亮 一会儿我就让人把画像 送到你宫里去 不用 儿臣的婚事由母后做主 儿臣先回去了 儿臣告退 太后 外面下雪了 好冷啊 天见黑的时候下雪最冷 在燕国时寒冬难挨 亏得有义渠均素的皮毛 魁姑把他们做成了袍子 稷儿才能熬管 月儿放心 以后我会日日出城狩猎 让你和稷儿 日日有不同样的新衣串 好 你出门狩猎 就获取百兽之身 我此刻要出趟宫 去收服老臣之心 太后 外面的雪还不小 等雪停了吧 我刚回来 明日再去吧 这事等不得 何况你也知道 出门打猎若天气不好 反而会有意外的收获 大见 太后前来拜访初离子 恭迎太后 拜见太后 reorgan两个 秦儿辉儿跟我进来 其他人在外面等着 谢谢 何人敲门 是我芈月 太后 天色已晚 请太后回宫吧 内忧外患 刻不容缓 老臣已经递上了此城 我还未允准 也绝不会允准 臣与太后还有何用 你可以与我无用 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 与嬴氏家族无用 我要你 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 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 我不情愿 说气话无用 作乱的朱公子 我是一定要杀的 从孝宫开始 到先惠为命 秦国实行商君之法 纵然是王孙公子 无君公者不得授决 就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 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 但谁作乱谁作死 嬴氏家族的子弟们 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 去引导他们 安分做人 用心做事 稳固大秦的设计江山 臣老呢 看不懂世事 料理不了朝政 太后 外面冰天雪地 天寒地冻 还是请太后回宫你 不要紧 我在燕国 结果比这更大的雪 更寒冷的夜 我会等你出来 与我一起义政 你一刻不出来 我等你一刻 你一夜不出来 我就等你一夜 你一世不出来 我就等你一世 我就不信 你一辈子也不出来 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 那老臣也不勉强 老臣要歇息了 他愛你 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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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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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后的心爱之物 奴婢走哪儿都戴在身上 太好了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梅白雪就差一曲好约 把它给我 手都冻僵了 怎么吹啊 这牌箫不怕熟了 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熟了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后这是在吹楚曲 知道我为何独爱楚衣 不仅因为那是香瘾 更因为她能让我警醒 bersang Christmas 楚国曾是屈职可署的强国 却渐渐没了 废水 就因为那些旧族呢 固守旧制旧防 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 近日 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 秦国就有可能盗多 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者 有关法度国家大事 绝不可退让 有关法度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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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樗里子 你起得好走 来 起来 快起来 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 太后考考火吧 还好在燕国时练出来了 我们在燕国时 极冷的天气 却埋不起炭火 几次差点冻死 樗里子 坐 你们两个夜去去去去暖吧 让我的侍从送些热浆汤 和早膳给太后 是 是 还是樗里子想得周到 老臣可不愿意做 让太后生病的罪魁祸首 你对我有怨气 你对我有怨气 却拿我没办法 老臣自然没办法 老臣不及太后 老臣不及太后 你何事不及我 老臣聪明不及太后 错 若论聪明 世人都说 置如初礼 你不聪明 谁还敢说自己聪明 太后取笑老臣了 我的确不如你聪明 但你却拿我没办法 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 吃得了辛苦 我虽出身王子 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 一无所有 我不墨守成规 也不怀邪偏见 我既能一致绝生死 又能一笑敏恩承命 这些 你都不如我 樗里子 你聪明 但你又太过聪明了 卫率胜先率败 卫率得先率失 你的聪明 害了你 我要除掉 谋反的公子 你心痛了 我不跟旧族们妥协 不承认他们借战乱掠取的土地 你怕开罪了他们 我要凭公论赏 改革军制 你怕军心不稳 我刚刚针对完政顾及掠施钥匙 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江山不保 你呀 把自己给吓死了 是我嬴氏江山 生死我都跟她绑在一起 若有一日天下大乱 太后躲得掉 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 你若真心忧博忧命 就站到朝堂上去 不管谁渡过害民 都与她势如水火 不共戴天 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 嬴氏子孙哪 是啊 那些跟随他们的人 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 可是樗里子 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 想一想 若过十年二十年 有一日 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心卷贵 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 如同七百年前 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 那一日 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 诸侯之间再无战争 四海皈依天下奉秦国泰民安 初里子 你可感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 有这样的一日 太后修心随后 谈得何容易 别忘了 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 还是 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 他们趁人之危 我要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 就要如何还回 并且要加倍奉还 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 不是 怎么知道 老臣 愿与太后打一个赌 不敢说天下奉秦 老臣只盼望 秦国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 初里子 还是心有魂怨的 天下奉秦是秦国的必将成就 或许 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 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吧 说到 恢复先惠文王的记忆 我与你 十年为妻 如何 老臣刚为太后鞠躬尽醉 使太后为先下公惠文王 可如果十年期到 太后 太后没有实现承诺 那太后 就退居内宫 不能再行干政 好 君子一诺 好 老臣与太后 既案三下为约 公元前三百零五年 叛乱七公子在咸阳府法 朱公子之乱就此平息 你醒醒 醒醒 母亲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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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我来看你了 记得那一次你带我出游 百叶伤君之目 当时我糊涂着 我想你既然恨他 为何要祭奠他 你祭奠他 为何却要让他的尸骨 埋在荒山之中 可此刻 我总算隐隐绰绰知道了原因 有些人尽管活着的时候 他可能是你的敌人 但有一日 他的幸福却不知不觉地 会成为了你的幸福 存留在你的心头 在你的血脉里 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杯酒 就敬给那个 让你爱恨交织的人 你是 我 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 于我 却是第一个男人 我曾经爱慕于你 依恋于我 是你为父为兄 你对我有逃离之交 开导蒙昧之恩 尽管妇人之情 尽管妇人之情 与你是最看亲的 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 但你却给了我 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 这第二杯酒 这第二杯酒 我敬你 谢你使我自重自信 从不妄自菲薄 才有了今日的 秦国太后 祭金 这第三杯酒 有些难了 我一直问自己 倘若你在世 是否会情愿 拿你那七个公子的姓名 来换取秦国天下的长治久安 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 我狠心做了一件 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 但若是不做 只怕秦国就要为难 我今日站在这里 是想对你说 我所谋划的 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徒霸业 有朝一日与地下相复 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 我无愧与你大王银死 无愧与嬴氏列祖列宗 无愧与秦国先驱的王历 监制宇国 bench 沐昕 你可知俗语 锐血赵丰年 我们那边都说 东有三白石丰年 宫内一片祥和之气 不知那惠后在清凉殿怎么样 那清凉殿并非冷宫 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 用度减了一些 倒也没大委屈她 她回咸阳不少日子了 我也该去看看她了 是 太后来了 你怎敢不起身跪拜 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 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 你口中的太后 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印尼 即便盈济继位称王 她仍旧是个业女 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 只有我 才是母后 痴心妄想 怎会没人告诉你 因为失德 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 大胆 想要废我尊位也得等我到地下 由先王来废 由不得你们 没关系 她不用归我 即便废掉尊位 她仍是我的姐姐 你们先出去吧 在门外等我 是 是 是 再终后 现在 公家 便废了 还好 啊 终后 宁盈 只能让我 辞职 这 ış了 俗 如今 你的要上惠后了 不 会后仍然是呢 你不敢于我这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不想与你相征 正不正你都赢了 说这些有何用 姐姐 你会放屁吗 你说什么 放屁 你看我 我放一个 我可以放个连环屁 我 我是嫡公主 你见了我 也该姓大力 我已向你行礼 你应该向我行礼了 为何 来而不悟 非礼一言 姐姐还没有忘记 忘记什么 忘记我们的当初 那时候太小 什么都不懂 可是我们很快乐 那又如何 小孩子 终究会长大 长大了 懂了 才知道人生无常 人心会变 假如能回到过去 姐姐是否愿意 你和我 都已回不去了 不曾试过 怎知不醒 是什么 怎么试 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 能让先王与我轻易如初 能让荡儿起死回生 能把江山社稷 重交于我手中 假如没有那么多的纷争 你我能回去吗 不可能 你我一开始就错了 我是嫡公主 生来就该做王后 母后 而你是庶主 只能给人做婴儿 你 所以 不是回不去 是姐姐不愿意回去 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 你的身份就变了吗 能与我平起平坐 当年 我与先王成亲 就是在这清凉殿里 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 你 先王对我 温柔 多情 而你们几个硬领 就坐在那边的地上 夜夜服侍 再过多少年 多少代 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 大秦后宫 也会记得我芈姝 记得我这个惠后 没有人会知道 你这个八死的 万一事与愿为 姐姐说的 都是错的 那我也要将错就错 一错到底 我的人生告诉我 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如今我 无父无子 顾家寡人 你若真想成全我 就杀了我吧 我不会杀你的 你不杀我 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 白白折磨我 让我生不如死吗 姐姐 你又错了 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 如今姐姐截然一生 手无腹肌之力 我杀你做好 既然你已不是对手 我折磨你 又有何趣 你虽名位已晚 但你仍是我的姐姐 我会永远记得 你曾对我的情分 保你一事无忧 在清凉殿 安堵余生 不 你是不敢杀我 我是敌 你 你是硬 你不敢杀你的主子 你西记你永远为主 我永远为奴 你高高在上 我沦落尘埃 可如今 世道变了 我与你之间的一切 到此 已经全都结束了 我捏你 它是 想念 种 Expert 优优独播优独播剧场——Zither Harp 骚优独播独播剧场——Zither Harp 阿嬷